174 《光明日報》 馬來西亞 副教長 提高數字教英語教師須接受劍橋測試 2015年7月27日《光明新聞》 八打零在也25日信 教育部副部長卡馬拉納登透露 教育部以為確保擁有足夠的英語教師 而展開提高英語教師數字的工作 他與週六在2015年雙威牛津劍橋英文社作比賽頒獎勵 教育部於6月培訓了22,500名新教師 以協助檢查學生英語水平惡化的情況 他說 為確保者謝教師有引導學生加強對英語掌握的足夠資格 他們必須接受劍橋分級測試 Cambridge Placement Test 此外 教育部聘請了360位以英語為母語的講師 監督本地50萬名英語教師 Q.S.亞洲大學排名獲約聖卡馬拉納登說 監於英語是國際通用語言 不僅在商業、在革新方面也是一種通用語言 教育部因此著重增強學生對英語的掌握 他說 配合我國要於2020年成為高收入國的目標 對英語的掌握也是成了重要一環 因為英語可以讓國人接觸更多知識 進而提升國家的競爭能力 卡馬拉納登過後在記者會上說 除了我國有兩所學校於今年公佈的 Q.S.亞洲大學排名獲得約聖 教育部有信心並已經鎖定未來方向 繼續提高政府大學的地位和素質至世界級水平 在世界最受國際學生歡迎大學 我國排名第十一 並希望於2020年達到20萬名國際學生在我國升學的目標 有關吉蘭丹州三名教師有打一名原住民學生事件 他透露 警方目前正在調查中 教育部必須等待調查報告出爐 然後才採取行動 雙威大學頒發28000令吉獎金 及總值19萬令吉雙威助學金級26位得獎者 今年主題為探討學生對賭博看法的英文寫作比賽 供給人1700名中學生參與 雙威集團行政會議成員潘思女謝淑珍博士在致詞事說 除了獎金、得獎者也獲得雙威助學金 讓學生可以在雙威學院升學及就讀課程 並減輕他們的經濟負擔 CM-L-M-Y prem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